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的投资者闻讯崩溃 过去一个多礼拜以来 为此维权事件不停地传出 15号更传出有大批的老年人在资博士政府门外下跪维权 要求政府帮忙讨回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 甚至有很多老人家在绝望当中走上绝路 4月7号 山东立金集团用高息右息大量存款之后全款潜逃 公司曾经承诺4月13号要给投资者们打款 结果给每个投资者只打了区区100块钱 最后发现立金集团已经然去楼空 很多老年人一辈子的积蓄瞬间邪本无归 当天这些投资人在立金集团资博信房局集会维权 之后几天维权事件更是不断 但是案件始终没有新的进展 综合媒体引述海外社交媒体X上面多则视频显示 4月15号 山东资博力金集团投资者们跪在资博市政府门外来维权 现场绝望的哭声一片 多段视频显示 在资博市政府门前 大批人员聚集抗议 不少老年的妇女跪地 甚至是爬行维权 现场传出一片绝望的哭声 门口有大批警察维稳 警察粗暴地驱赶维权者 不少人跪地不起 相互形成对峙 现场相当的混乱 知情网民介绍 资博力金所成立的10年 在山东各个乡镇开设4到5个办公区 以存款为由来诈骗50到80岁的老年人的养老金 出事之后就说是投资 还有网民说 老人是真不知道钱被放到力金 业务员在村里开信用社的待办点多年 从来也没见过力金的牌子 承担上面也没有力金的字样 乡里乡亲冲着这份信任就过去了 结果被骗得血本无归 开的真的就是承担 他们聘用之前农村信用社的人来当业务员 出事了就开始吓唬老人从承担转合同 4月11号 微博账号显示为 山东王正江律师发帖说 中顾资博马晓雷书记贴文介绍 他代理的山东力金集团非法吸取公众存款 几资诈骗案件 他先后向资博市市委书记马晓雷 资博市公安局局长刘齐明写信 建议立即对力金集团的违法犯罪采取措施 来保障民众的财产安全 但是资博官方对他的信根本就不理 他对此事发了微博之后 有大量的投资者向他哭诉 王正江律师在微博当中还贴书了 2023年山东省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小组办公室 下发给济南 资博 林仪 宾州 辽城 鸽泽等地市的通知 关于提示山东经历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公司涉嫌非法集资风险的通知 说明资博市当局早就已经对经历涉嫌非法集资 来骗取民众的血汗钱之情 天文还说 这个案子不是昨天发生的 资博市有关部门早就发现了 但是却没有及时制止 放纵他们为所欲为 最终这么多的老百姓上当受骗 天文说 他确信马书记柳局长罪则难逃 中国产能过剩 秦销问题越发严重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16号 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举行的 有关拜登政府 2024年贸易议程的听证会上说 美国准备使用包括通过采取新关税行动 以及对华301条款关税的审核等贸易工具 来对抗中国的非市场政策跟做法 他同时表示 他的办公室非常接近于完成对中国关税的审核 美国之音报道 谈报对华贸易政策 戴琪说 多年来中国不受控制的非市场政策跟做法 摧毁了美国的许多劳动社区跟行业 其中包括了钢铁、铝、太阳能电池板、电池、电动汽车 跟关键的矿物质等等都是 他表示 已经准备好在这个努力当中使用贸易工具 包括通过新的301条款行动 跟对中国301条款关税的四年审核 该审核是要评估采取关税措施的方法 以更有效 更具战略性的来解决中国的强制技术转让政策 比方说网络借道跟网络黑客 以及美中贸易关系当中的相关不平衡 跟不平等所造成的危害 戴琪也透露 他正在密切评估五家美国工会提出的一项请求 也就是对中国在海运物流 跟造船领域涉嫌不公平的行为 政策跟做法展开新的301条款调查 此前一周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在访华期间 向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中国对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板跟锂电池等 绿色能源产业上的过度投资 所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 并表示 这扭曲了全球市场的价格跟生产模式 陷害了美国 以及世界各地企业跟工人的利益 是不可接受的 有关贸易专家表示 叶伦向北京发出的有关产能过剩的资讯 可能是美国将根据301条款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板跟其他进口产品进行调查 导致对这些产品征收新的关税 在听证会上 多名共和党议员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仍然没有完成这项审核提出的质疑 对此戴琪回应说 相关的部门在2022年9月就开始了4年的审核 这是一项全政府的努力 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旨在研究如何使用关税工具 来解决美中贸易关系当中的不平等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强调调查正在取得进展 并且非常接近于完成这个审核 不少议员很关心拜登政府 是否会延长对一些对华关税实施的货免 并向戴琪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回答说 是否要继续对一些进口产品实行关税货免 也是审核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在完成301关税的审核时将会有答案 至于拜登政府如何通过贸易政策来维护民主 并且对抗中国跟俄罗斯 对自由跟民主的攻击 戴琪表示 推进一个以抵御专制者为核心的贸易政策的主要方法之一 是跟美国的伙伴跟盟友合作 他说必须要从根本上来玩不同的游戏 更积极的防守 大家必须更加意识到什么是利害攸关 以及经济跟社会当中哪些价值观受到威胁 必须要保护 中国官方4月16号公布第一季的经济增速 同比增长5.3% 优于外界的预期 官方说 这代表中国经济今年开局良好 尤其规模以上工业年增长6% 最为亮眼 不过尴尬的是 中国股市同一天却大跌 超过了700只股票跌停 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都跌到了5个月的低位 在岸价收报7.2396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 创下5个月来的新低 美国之音报导 在中国国新办召开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形记者会上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乃运宣布 经过初步的核算 中国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达到了29.6万亿元人民币 按不变的价格来计算 年增5.3% 也比上一年第四季增长了1.6% 然而超乎预期的GDP增速却仍然让中国的股民愁容满面 根据财联社的报道 宣传指4月16号下凑超过2% 户指也跌了1.53% 创业版指数的跌幅则达到1.67% 该报道统计 户深经三大股市当天走跌的个股约有5100只 其中将近1300只的个股跌幅超过9% 将近300只的个股更跌了超过11% 部分微博的网民形容这波跌势为千股跌停 血流成河 一名拥有84万粉丝的财经博主 莫说财经 更是发帖质问 A股跌成这个熊样 经济资料再好有人性吗 还有网民与代讽刺的说道 这届投资人不给力 需要好好的教育 对此台北经济学者王国诚认为 中国股民长期以来并不相信官方的经济统计资料 另外他们也担心 国际大规模的投资 恐怕过度集中在新能源车等一窝蜂的未来产业上 将会延伸欧美各国所警告的产能过剩或者是价格战等 不利于市场经营的弊端 他直言 股市就是晴雨表 代表民众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资料 其实是投下了不信任票 而且官方的资料跟市场预期差距越多的时候 大家觉得你实际的经济情况可能会更糟 他官方餐水可能餐得太多 所以大家不买单 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股市大跌 汇率也是双刀 综合媒体报道 4月16号 在岸跟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都跌到了五个月的低位 在安价收报7.2396元人民币兑换亿美元 创下五个月来的新低 而反映中共官方态度的人民币中间价报7.1028人民币兑换亿美元 比上一个交易日7.0979下跌的49点 创下一个半月以来的新低 香港新报引述交易员的评论说 美元强势上涨跟人民币中间价意外破位 激发了逢低购汇的需求 人民币一度跌向7.24元关口 随后大行释放美元流动性 汇价收窄跌幅 财新网引述谨慎投资高级基金经理刘慧的分析说 美国推迟降息令人民币的汇率沉压 此前市场预期美国将在6月降息 但是从最新的情况来看 石油、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 美国的通胀数据可能会高于预期 短期来说 通胀处于高位的时间会延长 降息可能会推迟到7月、9月 降息的幅度也可能会调整 人民币贬值也促使了中国企业持续囤积美元 反而让情况恶化 自由财经引述中国媒体的分析指出 因为美中利率差太大 中国企业纷纷囤积美元 选择将美元存放在离岸的存款当中 来获取高的利息回报 同时也等待更好的汇率水准时再脱手 现在离岸存款利率为6% 国内人民币存款利率仅为1.5% 形成中国出口商选择 躺平稳算外汇收益的现象 而此举也为中国国内的出口商 定期资金流入 呈现出孤解的状态 中国建设银行的分析师估计 由于出口企业客户将美元存入存款 2月份的外汇结算比例仅为51% 路透社引述分析师表示 要结束人民币对美元的螺旋式下降 必须要发生其中以下一种情况 包括了美联储大幅降息 或者是人民币触及到某种形式的低谷 但是目前这两者看起来都相当的遥远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 亚洲外汇策略驻管谭恩指出 现在美中之间的利差是自2007年以来最大 以至于中国出口商不愿意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跟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16号举行了自2002年11月以来首次的通话 奥斯丁在通话当中向中方重申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 并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美国首度在菲律宾旅宋岛基地 部署陆基飞弹系统 距离台湾仅仅只有320公里 美国军报导在美中防长通话之后 美国国防部发出声明指出 双方讨论了两国之间的防务关系 地区跟全球安全议题 奥斯丁也确认了拜登与习近平去年11月 关于双方将恢复战区司令通话的宣布 董军则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独分裂活动跟外部纵容支持 绝对不会听之认之 他并呼吁美方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跟海洋权益 自4月2号美国总统拜登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之后 美中两国高层官员也接续展开多项交流 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上个礼拜访问中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在近日前往北京 奥斯丁跟董军的部长通话也是这种高层对话的一部分 就在奥斯丁跟董军通话的前一天 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金康达跟白宫国安会资深主任贝沙兰 15号也跟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一起 在北京跟中国外交部厂务副部长马超旭 美大司司长杨涛来举行会谈 美国国务院在一个声明当中说到 双方举行了深入坦诚以及有建设性的讨论 这是维持开放沟通管道 以及负责任的管理彼此之间竞争的努力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威胁与日俱增之际 美国首度在菲律宾旅宋岛基地部署陆基飞弹系统 这个系统距离台湾仅仅只有320公里 这是美国首度在印太地区第一岛链部署中程飞弹系统 可以搭载战斧巡异飞弹 跟标准六型防空飞弹 代号为太风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佛林 04月初的时候宣布计划在印太地区部署台风系统 随后美国陆军透露 已经在菲律宾北部完成部署作业 并且在11号节目的坚顿一年度演习当中派上用场 时间点正好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华府之际 由于部署地点靠近台湾 势必引发北京强烈的反应 中国外交部日前已经召见日本跟菲律宾的世界 针对在南海挑起冲突的小圈子国家提出抗议 美国陆军强调 在菲律宾部署太风系统是重要的离城杯 凸显出美军跟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互操作性 战备能力跟防御能力的成长 此外 太风系统不仅可以覆盖整个旅宋海峡 也能够到达中国海岸以及人民解放军在南海的多个基地 日前北京半城马拉松疑似发生一起丑闻 三名非洲选手在一场半马比赛当中 疑似故意让中国男子马拉松记录保持者和解获胜 消息传出之后引发舆论哗然 疑似放学的非洲跑手出面说明 直言不讳的坦承 三名非洲跑手确实都收钱了 综合媒体报导 北京国际长跑节在14号 举办2024北京半城马拉松比赛 从实况传播当中显示 肯亚选手凯特跟姆南加特 伊索比亚选手海鲁以及中国选手和解等 四人正在接近终点 视频当中原本和解明显的落后 但是三名非洲选手似乎有疑放慢速度 疑似做出白手的动作 示意和解赶快往前跑 还有选手一边跑一边转头看和解 感觉刻意不要超过他 最后和解在三人的护送之下 反超过他们穿越终点线 以一秒之差获胜 一名解说员指出 这四个人在略超13英里的全部路程当中 几乎一直粘在一起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市体育局人士 对法新社表示正在调查事件 一旦有结果就会向公众公布 这场赛事的组织者北京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 也表示已经展开调查 而这起事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络微博上 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造假一云延烧两天之后 香港《星岛日报》17号引述BBC报道 三名非洲跑者之一的母南加特受访时表示 他们三个人是和杰的配诉员 他表示其实是有四名签约运动员 来帮助和杰打破中国半城马拉松的记录 也就是一小时两分三十三秒 其中一个人没有完成比赛 最终和杰以一小时零三分四十四秒的成绩完成比赛 并没有打破记录 他表示自己的工作是设定配诉 以及帮助和杰获胜 但是不幸的是和杰并没有达到打破记录的目标 他强调自己去那里并不是为了要参赛 这对他来说更不是一场竞争激烈的比赛 但是他也坦言 对于自己的名字被写在胸前的号码牌上 而不是被标记为配诉员感到困惑 报导表示 世界田连在发给BBC体育频道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注意到了上周末在网络上面流传的 北京半城马拉松比赛的视频 并且了解到相关地方当局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世界田连强调成信是首要的考量 但是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 因此没有办法提供进一步的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